我现在是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俄罗斯总统普京乘坐的专机 已经抵达了北京的上空 相信大家已经注意到了 今天我还特意带了两个小朋友 和我一起来接机 北京冬奥会的冰敦敦 相信大家已经很熟悉了 那冰敦敦旁边的这小伙伴 大家知道是谁吗 这是八年前 所记冬奥会上的吉祥物之一 是一只很可爱的北极熊 那么今天 这两个小伙伴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相聚 延续的正是一段冰雪情缘 好的我们看到普京总统的专机已经降落了 现在正在滑向专机屏 2014年习近平主席受普京邀请 出席了索奥冬奥会开幕式 那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出席 在境外举行的大型国际体育赛事 习近平主席对普京说 邻居办喜事 我当然要专程来当面向你贺喜 八年后的今天 普京贺喜北京冬奥会开幕的日子 是大年初四 也是二十四节气之首立春 所以说这既是好朋友 老朋友的冬奥职业 也是一起向未来的青春职业 普京临行前在接受总台台长盛海雄书面专访时讲到 我很早就认识习近平主席 作为在解决世界问题上有着许多共同看法的好朋友和政治家 我们一直保持密切沟通 我要与中国朋友一起分享举办今年之一全球重要体育盛会冬奥会的喜悦 过去这八年多 周二两国元首进行了三十七次会晤 今天他们还将进行疫情发生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 普京是全球第一位明确表态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国家元首 这次北京之行是他今年首次出国访问 也是截至目前唯一影响出发安排 作为自身的运动达人 普京爱好冰球 滑雪 冬季两项和花样滑冰等冰雪项目运动 水平不输专业运动员 作为世界冰雪运动强国 俄罗斯这次派出了由461人组成的奥运代表团 其中不乏很多世界级名将 阵容可以用豪华来形容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为俄罗斯代表团加油助威 2022年也是中俄体育交流年的开幕之年 事实上中俄之间的合作 从经济到民生 从文化到科技 可以用包罗万象内涵丰富来形容 相信今天接下来的中俄元首会晤 也将会释放出更多的信息 我们对此充满了期待 好的 更多最新的消息 我们也将持续更新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